黑漆漆的海面上 蓝色光影不断的散动 美不胜收 被NCC票选为 世界15大奇景之一的蓝眼泪 经过海洋大学多年研究 有惊人发现 原来蓝眼泪短期内爆发的秘密 是他们正在进行有幸繁殖 但另一个原因 竟然跟大陆抽杀船有关 我们可以知道 在整个夏天的时候 整个马祖因为没有满江水的注入 所以它整个是平阴阳炎 那它的这个藻类长不起来 可是到了今年的话 因为这个一抽杀以后 整个一劳动了 底下的营养已经上来了 所以它就让所有的藻类长起来了 所以它可以瞬间让它这个 就萌发了 大概应该这样讲 在镜头下蓝眼泪的秘密 被看得一清二楚 研究发现 当蓝眼泪食物减少时 危机感出现 就会触发有幸生殖 马祖蓝眼泪 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大爆发 大量配子沉积在海底 等待环境温度适合时 配子就会向种子萌芽 同时萌发 每一个虫 只能分配到400个耳料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感觉到 它感觉到说有危机了 这个时候它就会进行有幸生殖 把这个所有的 把所有的种子就丢下 这个所有生物都会有的现象 就是说当你不是说 因为等到真的不够 它就死掉了 那就它感觉很有危险 它就它感觉危机了 它就开始做这个动作了 我们海大在马祖 已经设立一个海岸研究中心 那我们县政府在计划上 在经费上 以及在能力上 都会全力来配合 那我们也成立一个蓝眼泪生态馆 透过海大的技术转移 现在一年世纪都可以培养出蓝眼泪 就可以看到蓝眼泪一个生态过程 对蓝眼泪的这种教育生态 以及推广都有很大的一个成效 海大研究团队已经可以人工制造蓝眼泪大爆发 未来有机会让民众一年世纪都可以看到 绚丽的蓝眼泪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